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四季清准一个新吃法 首先把根部切下来 切口处朝下,放在水中,浸泡5分钟 再准备一把蒜末,一把小米辣 小碗中放半勺淀粉 加小半碗的水,搅拌均匀 做成淀粉水,备用 菜根经过泡制之后,里面的杂质已经出来了 再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一下 这样就很干净了 把叶子的部分也给它清洗干净 锅中烧水,水开之后加一勺油 先把菜根放进去 煮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把菜叶也放进去 断生之后,就要快速的捞出 放在一旁,备用 再次起锅烧油 油热之后,把辣椒蒜放进里面 用大火播出香味 然后挑一下味 半勺盐,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半勺鸡精 翻拌翻拌,使调料化开 然后把电肥水倒进里面 大火煮开之后 像这样子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焯水的菜叶摆在盘子的底部 菜根摆在上面 把熬好的料汁淋在菜根上 一盘开了花的家常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四季清,好吃,好看 开胃又下饭 如果是不能吃辣的朋友 或者是给孩子吃 可以把小米辣化成红柴椒 做法非常的简单 也特别的受欢迎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试做吧 要不要再舀一下 我们下来的小伙伴 我们下来的小伙伴 的小伙伴 把小伙伴 再让一小伙伴 看看